欢迎收看金灵天下美股的财报陆续公布 不过华尔街的氛围却变了 高深就提醒说美股在过去的黄金十年 现在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 而且整个市场弥漫着比较悲观的氛围 包括德意志银行还有大小摩 纷纷下调在第四季企业的获利预期 而另外回答的股价 昨天盘中也中错了5%的幅度 来到了近5个月的一个新低 最主要也是因为传出 来自于在中国大陆现在有50亿的订单被取消 不过说中国要特别关注 习近平现在出重拳了 要来管金融活动 现在要纳入监管 最主要是要针对中国的房地产 另外他也记出了 现在说家庭文明的新风尚 这是为了要刺激中国大陆的生育率 还是要提升接下来女性的劳参率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的是总经专家吴嘉隆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谢陈彦 陈彦好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许峰路 陈彦好大家好 我们先请教陈彦 在过去十年 我们说美国股市 都是大幅度的跑赢其他的市场 不过这样的一个局面 高盛说以后是不复返了 黄金十年不见了 对 这里的黄金十年 高盛提的这个是说过去十年 美股的表现领先各个金融市场 你不管拿美股跟中国股市 跟欧洲股市跟台股 还是亚洲任何股市相比 他的表现都相对强劲 但是高盛特别提到说 未来的黄金十年 应该不是说 未来还有没有黄金十年 应该就没有了 没有了 他的文字里面我在看 我会觉得说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美股以后不会再涨吗 不是 他的意思是说 美国股市现在的溢价明显 也就是说他过去 领先全球股市上涨的 这个黄金十年 到目前来看 应该已经达到一个相对 比较弱的一个状态了 所以你要他未来十年 继续领先全球股市 不容易 但是不一定是跌 可是实际上他也有提到 为什么不能跑赢其他市场 第一个除了溢价明显之外 还有主要股市的一个上涨 集中在少数的个股身上 所以他特别提到说 未来要提醒大家 要注意分散风险 分散风险 我从报告里面再看 两个角度 第一个是你不要就集中在 过去你喜欢的 这些科技股身上 你可能要转移到一些小型股 这是他提到的第一个 第二个是 你要不要分散到其他的区域 所以未来十年 会不会再重演过去 跑赢市场的状况 不太容易 不会再见到了 不容易 他也没有说绝对 他有讲到一句一个诞书 除非这些企业的老板 负责人CEO 能够持续带动 美国这些企业获利的增长 我想说这不是讲废话吗 所以因为他前面已经说 不容易了 好 那我们就来看 他讲说除非企业 能够持续的增长 到底财报的部分怎么样 因为目前第三季的财报 看起来是不错 看起来是不错 可是问题是还是警告未来需求疲软 跟前景不确定这件事情 像德意志就讲到说财报季以来 第四季的预期其实有被下调 简单来讲 就是说过去股市强劲的上涨 大家希望看到第三季的财报 有一个非常亮眼的数字 但是目前各个财报 出来的数字虽然不错 可是平时没有呼应到 股价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水准 再来他们也开始担心说 第四季企业财报的状况 会不会开始往下修 你看这里就有了 第四季预期已经下调了 所以第三季看起来 目前是不错的 不过第四季看法会比较悲观 当然我觉得我们从这一次 这个叫整个经济里面的金丝雀 叫开拓重工 他叫景气金丝雀 实际上他这一次第三季的获利 相当好 你看北美建筑设备销售强劲 因为这个是拜登不是做了 很多财政支出 获利是达到两位数的增长 可是累积订单减少 这里面有个特别重要的数字 就是第三季的成长的力道 比第二季不好 也比去年同期不好 所以虽然获利达到两位数的 一个增长 但是开拓重工有提出一个警告 他说他担心整个 因为开拓重工是做基础建设的 基础建设不是带动整个景气的上升 他有提到说景气上 就是说他们看到景气上升的力道 会不会到这边就到顶了 这个是开拓重工提出的一个警告 当然我们不晓得 我们要持续观察 但是开拓重工如果是景气的金丝雀 他提出这样的警告 我觉得我们可能真的要特别特别注意 所以他也担心说第四季的展望暗淡 市场也在讲这件事 因为他自己讲的 他说我觉得我的成长力道 已经开始走弱了 会不会最好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这他自己卡托中工提出来的 当然这一次我们再看 引领大盘上涨的我们叫七美人 七仙女也好 就是超微 辉达这些 还有包括Google AI这些股票 苹果等等 超微的财报出来以后 财测逊于预期 这个就是我们担心的 就是说你的股价冲的这么高的情况下 我给你的一个相匹配的财务报表 如果你没有那么好 那股价是不是要修正 超微其实也是财报还不错 但是财测就是不行了 那当然在这当中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看到的云端 像相关的脸书 Google 实际上业绩表现都不 成长的力道都不够 那这当然会影响到超微等等 后续的一个表现 那苏之峰还是看好AI晶片的收入 明年能够突破20亿美元 不晓得这个部分 他有没有考虑进去 我是认为应该有 可能他从其他的地方去 弥补那个业绩 但是你就会知道说 这个晶片的限制有多大的影响 因为华尔街日报特别讲 今年的晶片订单已经出货完毕 所以没有影响到今年的收益 对不对 好 可是我们得注意一件事情 因为原本他想要在11月中 新近立生效之前 赶快把明年的货怎么样 先出一出 这样子就没事了 对不对 好 后年后年再说 可是问题是来不及 你知道这个订单加起来有多少 50亿美金 这个订单50亿美金 原本明年要交货 对不对 我提早出货 现在就出不了了 这个业绩就不见了 那接下来怎么办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还是要去关注 那市场现在大家的这个 这个敏感度也特别高 所以波动也开始变大 还有在中国大陆的部分 他们的经济复苏 同样也是预政乏力 不过习近平他出重拳 他要自己来监管这个金融活动 因为我们去看最近股市 中国股市是这样 你一个政策出来 他就在跌 一个政策出来就在跌 所以你怎么救 他就怎么跌 那感觉救不起来 所以习近平会觉得说 那我亲自来操刀算了 所以你看这一次 30号到31号的金融工作会议 他就一直强调 金融监管很重要 所以他必须依法把金融活动 全部纳入监管 实际上这句话 有讲跟没有讲一样 为什么 因为本来所有的金融活动 就在监管当中 那只是他依法说 所有意思就是说 我会比以前 叮得你更紧 I'm watching you那种感觉 那意思就是说 你金融市场的乱象 我一定要把它消除 我一定要救股市 可是我们也讲过了 在这当中 最大的问题还是房地产 你房地产什么样 这个居者有其污 这件事很重要 所以他们这一次 8月25号审议通过一个 14号文 那传到各城市 这个14号文有两个目标 我先简单的讲一下 第一个叫保障性住房 这什么意思 我们之前在讲 浪维楼你要盖好 我给你钱 你要把它盖完了 你要把房子交给人家 可是问题是 他们拿了钱就跑了 或者是说拿了钱 还是没有办法完成 这时候怎么办 你要怎么样 大家有房子住 这件事很重要 他推出的叫保障性住房 但你简单 仔细的去研究 它的内容 其实很简单 很像我们的 社会宅的概念 什么样的条件 你可以去住 你可以申请这个保障性住房 那你住了以后 你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这件事情它规范得非常的清楚 其实目的就是要收拾烂尾楼的残局 收拾烂尾楼的残局 但另外一个就是推动建立房地产业的转型 就你们不要一直搞这个商品房 然后不断的推 然后又卖不掉 然后炒房价 目的是要稳地价稳房价 所以从这两个方向来看 金融的部分要稳定下来 房地产的部分要把信心找回来 但是我们会发现说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出生率的一个情况 你看中国历年的出生人数 不断的在下滑 你最2022年是不到一千万 新增人口不到一千万 所以它等于 整个人口数已经开始转向 已经开始转向 所以很多的经济学家 去年出生人数下降了10% 这是历史最低的水平 所以也让他们总人口数开始往下掉 开始往下掉 那经济学家也说 怎么我们还没有富有到 可以去处理老年化的问题的时候 人口结构已经老化了 所以现在人口老化的状态下 就会让整个国家 债务杯的数字是越来越高 所以最近他们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章 我看发到很多的 他们自己的官媒 在谈这件事情 习近平讲的话 习近平讲的话 他就说要营造家庭文明新风上 这什么意思 然后我就很仔细地看了这个文章 我想说营造家庭文明新风上 意思就是说 大家要比较时尚一点吗 还是要怎么样 还是衣服穿着 还是娱乐 还是文化 不是 他这里面讲到一个非常 几个重要的关键 他提到 他既然讲了这个桃母巨鱼的故事 还有岳母赤子的故事 还有话笛胶子的故事 我说这个以前好像我们小学 还是国中有学过 对不对 其实一开始他就先讲这个 那他们的文章里面习惯 不会名讲 儒家的文化叫暗示 那这三个故事背后当中 其实母亲都是教 他的小朋友说 好好当官 报效国家 爱国 爱国 然后不要爱钱 你不可以贪污 你要清廉 类似这样 当然在这里 除了这个以外 他还有几个用意 第一个就说 你爱小家也要爱国家 爱自己的家 爱国家 那你爱自己的家 你爱自己的家 那家庭不会只有两个人 假设我们两个成家了 我们是要再一个小孩子 才能是一个家庭 所以他其实也在干嘛 鼓励生育率 但在这当中 你还注意看到 他不是说叫你就待在家里 不要出来 他除了教你要带小孩 然后你要正确的生教之外 还要参与经济社会 所以他这个文章 其实也在暗示一件事情 你们这些各个指导单位 你对于妇女的就业 你不要重男性 你就说只有男生 你才提拔他 你要提升父女的 经济条件 你要给他工作的机会 就变成这样 所以才能帮助妇女 处理好家庭跟工作 兼顾家庭跟工作 所以不得了 这个习近平一篇文章 点出这么多重点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看 但是我们的节目 我把它讲得很清楚 我们直接帮大家讲得很清楚 把他解读出来 解读得出来 当然在这当中 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些 我们之前谈到的 就是说整个政府财政结构问题 要解决的这个困境 到目前为止 我认为还没有有效的解决 所以你看 最近他们山东 四川 广西 这几个地方 公安局宣布说 要裁册合并派出所 合并派出所 我特别强调一下 其实派出所是 比较属于地方性的 这个警政机构 所以有一些编制 都是所谓的临时编制 或是这个体系外的编制 所以他合并的目的是什么 这种兼职的 非正职的这些 我们是不是都把它弄掉 是不是可以减少 这个相关单位的一个 成本的支出 所以你看这个 原本要维稳老百姓 你说那是不是不用维稳 不是 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他的这个支出 没有办法再扛 所以你看 要把这个工资待遇低的 这些辅警或协警 把它减少 这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 习近平在加强金融地方 以及发了这么一篇 感性的文章之后 能不能让整个经济有所表现 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 好 刚程燕道 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 现在他们要赶快的来拼经济 刺激经济的发展 那么一方面除了习近平自己 现在要这个监管金融活动之外 还有包括在房地产的一个部分 要请教吴老师 习近平要监管所有的金融活动 是不是也是主要是针对 要救房地产的 加上刚刚其实陈燕 也有提到的这个 新房改十四号文的一个部分 所以他最重视的还是 现在中国大陆所面临的房地产危机 现在习近平要亲自来抓经济 抓金融 那么习近平面对的经济危机 我们整理说至少有五个 五大经济危机 一定要面对的房地产 房地产后面引出地方财政 因为很多地方财政收入 是靠TD给他开发 然后银行贷款 还有银行可能买了一些 他们的债券等等 所以银行也会出问题 那个不良资产会暴增 那个房地产之前是就业问题 就业不行的话 就叫不出房贷 然后就业问题之前 是出口跟制造问题 那所以这些问题 环环相扣 核心在房地产 然后这个房地产问题的解决 就是变成说 他现在推出一个办法 叫新房改 那么这个观念 其中区分两种房子 一种叫保障房 一种叫做商品房 或者说改善房 那保障房是保障 基本家庭的居住需求 这个要实现居者有其物 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 这种保障房 我想来想去 可能接近我们台湾 这边的国民住宅 或社会住宅的概念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来处理房地产问题 的确会比较管用 居者有其物是居住的 都是可以拥有这个房子吗 应该是吧 就是说他针对的是 那个工薪收入阶层 中低收入阶层 他分成低收入的 跟中高收入 因为有很多科技厂 他附近需要有员工的 这个住宿或住宅 那这个部分 可能收入比较高 可是有很多是 属于中低收入的 然后他居者有其物的话 就是针对不同的收入阶层 去提供他们 适合的这个居住需求 也就是说 回到他的房子去用来住 不是用来炒这个大方向 然后他其中有提到一种 就是把某些商品房改建 来做保障房 这样的话 一方面帮商品房消化一下 二方面的话 也可以增加 这个社会住宅这种提供 所以这样的话 有助于实现居者有其物这个目标 所以这个部分的 房地产改革的话 坦白讲方向是正确 就看他做到什么程度 再来一个就是金融方面 金融会议 我们知道2015年6月的时候 因为习近平的生日是6月15 结果那个时候上海帮 在股市在那边突袭 杀下来 然后号称 后来被人家形容为金融政变 所以他对金融这个领域 有点不放心 现在他终于要亲自出来抓金融 预防金融风险 这样的话在开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这里有个区别 原来政府体系里面就有各种什么 人民银行财政部 还有证券银行保险 这些相关的机构 这是国家体制 他现在用党的体制 在党中央里面成立金融工作会议 或者金融小组之类的 是用党的机构来指挥国家这个机构 就党凌驾于国家之上 然后开始两件事 第一个事情发生之前要建立预警 事情发生之后要有危机处理能力 所以他现在对金融风险很重视 那是因为对于这种 算是没有民主 独裁专制体制下 最怕的就是腐败 腐败如果扩大以后 很多贪图来的钱 就会想办法资本外流 转到外面去 洗到外面去 然后国家等于被掏空 习近平当然要对付这个 所以他金融监管很强调 目的在这里 大环境是这样 就是美国其实在对中国的经济有加压力 从贸易战到技术的制裁 金融的制裁等等 还有包括高阶人才的培养 现在也把它限制这样 那这样子的话 那么他第一个做法是 透过量化紧缩跟升息 目前在进行的 以对抗通膨为名义 量化紧缩跟升息 它会造成说 原来流出去的资金 现在要抽回来 原来货币放水 全跑出去 现在货币收缩 全跑回来 全跑回来 但是中国这边就会资本外流 对啊 等于 钱就跑走了 对 等同一对中国抽银根 就是原来流过去的钱 现在他要抽回来 那这样的话 就是会恶化 银行危机 黄金融危机 资金跑掉了 然后这样的话 如果严重的话 会出现金融系统性风险 这个就是习近平 他现在要对付的 那即使做大环境方面 因为美国在升息 这个全世界都看得到 那这个升息 对中国经济跟金融 是有影响的 那么现在碰到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李克强去世后 那么习近平 在保党保政权 这样的思路之下 就是以社会主义为基础 来治理国家的这个基础下 他会开始考虑到经济安全 就是降低对美国的依赖 从市场技术资金 各方面要降低 对美国的依赖 然后避免外来投资 把手伸进中国内部 制约中国的经济 制约中国的经济 对 所以他希望主动脱钩 某些地方 美国不是要脱钩吗 其实习近平发现 有人说他怎么傻傻的 怎么好像在做 帮助美国脱钩的事情 不是 我把它称为主动脱钩 中国倒是现在自己 对 主动脱钩 就是我不希望太过依赖你 以至于你可以制约我 现在如果再继续改革 开放下去的话 会让人民去依赖市场 让企业依赖外国订单 这样的话 他们就不再依赖政府 所以会有经济安全的顾虑 所以他现在要提高经济安全 等同于提高国家安全 就是减少外面 对中国的影响 可是中国金融危机的高度 有高度不确定性 你知道他迟早会发生危机 因为各国都有金融危机 那问题是他来的时候 他怎么应对没经验 然后他什么时候没经验 那现在有个问题 现在很多都金融危机 是被撑着撑着撑着 一旦撑不住的时候 可能出现的是悬崖式下跌 就是说如果支撑的力量 突然消退的话 撑不住的时候 现在很多力量都撑住撑住撑住 银行破产只是一部分而已 这里一部分那里一部分 看起来还没有表面化绝面化 可是一旦撑不住的时候 很可能会有这个 所以习近平要来开金融工作会议 我们再来关注的是 在台股的部分 今天万六大关 在盘中是一度有跌破 幸好在最后是这个失而复得了 不过我们还是要请教 封路最近的走势 是比较震荡的 在最后还是被押在五日均衔之下 那么表现其实是 还比较疲弱一点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其实是整个集中市场表现不好 但是在贵买的部分 是相对表现比较好的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说选股的话 是要买小不买大吗 其实买小不买大 还是要看它的整体的营收 是不是有真实的上来 那我们首先来看说 这整个行情来到这里 虽然万六为什么一直有守的原因 主要是在于说 不然说 今天不然外面的话有说 跟预期很像 第三季第四季 这边就打底好转 然后产业界也说到 明年景气比今年好 第三第四季开始好 景气灯号也终于转成黄蓝灯了 终结联石栏 没有错 第三季其实变好 第四季也会更好 可是因为我们五 六 七 三个月 遇到什么事情 AI大爆发 对不对 AI大爆发 这次AI大爆发不一样在于说 AI大爆发里面 它都是一些大型的上市公司 包括像广达 伪创 包括人保 音业达 然后甚至于是 还有很多的供应链 全部都是属于大型的 那涨多了之后 外资干了什么事情 来 过去三个月 指数一路下 谁卖 外资 外资平民卖 外资其实上半年 本来就在那卖方 因为它对整个景气 它觉得没有那么快附属 再将预期的降息 迟迟没有来 所以在台币持续弱势的同时 它也是一路卖 但到五月到七月那一段 它其实是暂回买方 拼命买 买到了七月底 其实当时指数来 17400多点之后 那它就开始什么 收割 所以它一路卖下来 这里都是谁在卖 都是外资卖 包括近期你看到外资 在十月份单月 净卖超过1400亿 这个当然这么大的卖压 一定是把指数打下来 所以集中市场 相对弱势的原因在这里 就是因为外资 拼命的在卖超 对 因为台北股市 本来位置就比其他高 你看之前美国股市 几乎全部都跌破碾线 台北股市没有跌破碾线 那近期他们 其实在慢慢进行主抵 那只是说外资在现阶段 台币还在弱势的同时 它不会立刻怎么样 回过来买 还是属于在那卖方 包括像这几天 等于是持续在卖方 那为什么OTC 就相对来讲比较强 第一 它本来股本就比较小 就比较好控牌 再来外资琢磨得不深 因为这些在OTC的市场里面 我们最熟悉的可能 就是有几个部分 我们先来看手机 OTC大家股本都比较小 没有那种百亿的 很少 那手机族群里面 像最近在反弹是文茂 上礼拜才破底 这礼拜涨了快20% 涨25% 宏杰科 这也上来 股本能相对比较小 感染源键的身家电子 它也是手机相关的 那这三个其实是被谁带动 被联发科带动 联发科法说说 我手机这边相对来讲不错 库存区画得很好 你看到华为也卖得很好 对不对 其实没有想要那么差 最坏行情过去了 联发科再往上走 那在整个上规市场里面 相关的供应链就开始好 尤其是文茂 第三季终于转货而赢了 那宏杰科 其实第二季就转货而赢 但是他第三季营收 是越越越增 每个月都越增 所以他这两天也在补涨 那身下电子 他缴出来第三季 前三季EPS有9.66 快要一个股本 好像真的没那么差 所以这一段 这是手机相关的 上规的 另外来看生技 最近行情不好 大家就想生技 是不是有一个避险的功能 那美食是上市的 而且生技之前 也整理了好一段时间 都没涨到 关键没涨到 那先由谁上涨 先由美食开始喷 美食上个礼拜 也是接近破底 破底完之后开始进行反弹 好那讲到这个 就一定要讲到宝瑞 生技股股王 CDMO专门去做并购的 营收表现都很好 那其实股本也不大 10亿 投信满一点 股票就升上来了 然后今天的话 包括像松儿耀 他股本稍微大一点 但是也是久了 没有人去操作 筹码相对这样比较安定 所以今天也拉出一根 那另外稍微可以撑得住 上柜的一个指数 还有谁 矽晶元 环球精算股本比较大了 前三季 上半年的获利有22块 超过22块 也是赚两个股本 股价在400多块 不贵 最近有人在买 投信也在买 外资也想买一点 就止住了 5483中美金 上半年的获利也超过8块 股价才100出头 你对照很多AI股 之前在涨的时候 都没有EPS 所以买到这边 相对来讲就比较安心 你刚刚提到选股的话 现在比较重点不是看大或小 然后是要看他的筹码 到底有没有干净 不过AI的话 大家就会觉得他的筹码 是相对比较凌乱 所以如果我现在悬股要看筹码 要怎么挑选 好 筹码的话 我们刚刚讲到 外资其实在上市买的比较多 所以他压的会比较大 可是有没有他也有买 可是或许是投信一路买 我们来看 在台积电法说完之后 我们大概可以确认 今年的景气 其实从过去我们这样第二季 库存调整完之后 到第三季会调整完 但其实现在延后到大概第四季 基本上你看到的 手机差不多了 记忆体也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第二季的时候 跟大家提过很多次记忆体 确实他的第三季表现就开始变好了 现在还有谁 细晶圆 晶圆代工 所以联电这一波 其实也是整理了很久了 可是最近指数在破底 他没有破底 这个底部已经打出来了 投信天天买 投信从7月下旬开始天天买 投信每天买才都买他 这未来会不会公 当然会公 因为明年的景气 一定比今年好 所以他现在位阶 还是相比较低 因为他还在哪里 在季线附近 好 那另外的话 景气循环股还有谁 被动元件 被动元件龙头是谁 国聚 国聚也是并购王 他的获利表现也不错 那公布出来第三季 也不错 获利很好 你看股价站上季线之后 投信其实小量经营 但是外资可是天天买 外资不是天天都在卖超 你买他 股价这边也是站稳季线 所以他只要接近季线 都是布局的位置 因为明年景气也确定好 他也切入到车用 那另外当然就是做 金元大部分延伸 环球金 来上柜的 你看投信其实也是在这边 小量的经营 但股价有没有打出个底型 有 指数在破底 他没有在破底 所以他在这边 今天是出量往上挑战 这边是个踏倒区 但请记住 他不是供给型的股票 他的操作策略一定是压回来 压回来接近季线再来买 不然他可能长一天要休息 三四天 四五天 另外台胜科就 因为本身母公司就是日本 对不对 日本的公司 他也是一样 你看这段时间 悄悄的把所有底型都长出来 今天整个矽晶圆都在反弹 他也攻 但是你要注意 这边都是指手不攻 所以尽量在操作策略上面 等他压回来 或是有利空的时候 他在打底 在平板下的时候 都是压回再买 我认为都是压回再买 因为现在的盘 他要攻 一定要等到几个重要的事件 第一个 美国股市能够持续性的大涨 那美国股市要持续的大涨 一定要有两个前提 第一个 也就是他的国债问题可以解决 第二个 升息的问题可以解决 只要一旦降息 那美国国债问题也解决了 那美国一稳开始往上攻 这些股票就会比较有 往上连续性攻击的机会 那个时候可以是行情转强攻击 可是目前他还在做万六保卫战 这里是不太适合做追假 但是他有超跌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逢低承接这些肌肉个股 刚风路段我们看到 现在台股就在万六附近 现在面临到万六的保卫战 逢低在针对刚刚所说的筹码 比较安定的个股来进行布局 另外你要关注的是 MF发布了这个全球的经济展望 印度在二零二六年 将会成为世界第四大的经济体 我们要特别这个请教朱老师 我们说到印度呢 在先前大家就说 大家非常的看好 包括在印度股市的部分 表现也很亮眼 不过上个礼拜 外资却在卖超这个印度股市 而且卖超的规模 是创二月以来的最大 为什么外资现在已经开始在卖呢 好 我们先看到印度 尤其我们前面都讲中国经济 很多人都说中国跌倒 印度吃到饱 所以印度大家可以看到 这几年的经济成长率 已经超过中国 尤其2021年起到去年到今年 以去年来说 中国经济成长率3% 印度是6.8% 今年上半年印度成长7.5% 中国是5.4% 好 所以你看IMF说 2026年成为全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可是我跟你讲 现在他的股市 就已经是全世界第四大 股市先反应了 对 比美国 比中国 比日本小而已 而且他现在规模是3.4兆美金 是台湾的两倍多 好 所以回到一个现实的问题 看起来都很好嘛 那外资为什么要卖呢 那问题就在 涨太多了 我个人觉得这是第一个问题 他多会涨 从2016年以来一直到现在 他年年涨 如果对台股有熟悉的 去年我们台股跌22%多 他是涨的 而且他还创历史新高 今年你可以看到这个图 他在回档对不对 可是全世界都在回档 台股当然也回档 尤其你从外资的动态来说 我们说印度刚刚北宇讲到了 印度被外资卖 这根更大 台湾卖更多 外资卖台股卖更多 所以如果从今年的高点来看 印度回档5%多 台股是7%多 我们还回档比较少 所以外资做了这个动作 而且光以这是实际金额来看 他卖这里 可是我们刚刚说了一个 很关键的数字 印度股市是台湾的两倍多 结果台湾卖这么多 所以说水的问题比较严重 好 所以我第一个直觉 当然就是真的是涨太多 涨多了先获利 而且你看牙股通通都在回档 外资是把牙股当提款机 所以我觉得这倒不是大问题 可是你以为印度就真的这么好吗 他当然还是有潜在的问题 什么问题 来 现在大家提出警告了 我们都知道 明年台湾要总统大选 美国也要大选 印度也要大选 而且也是明年的第一季 那很关键的 莫迪所属的这个人民党 他从2014年执政到现在了 那明年又要选了 他能不能续任总理 那就非常非常关键的 因为他基本上他不像其他 像台湾或美国 是总统就是只能连任一次 一共做两任 可是因为他们这种是国会一次 只要我是多数党 我就可以继续执政 那我是党主席 我就是总理 所以关键不是他自己要选 是 是他所使的政党要选 那这个问题就大了 如果你只看莫迪本身的民意支持度 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大家就觉得他把经济弄得很不错 他基本上我们刚刚说 不管从股债 会 不管你从哪个金融市场 他都非常好 经济的基本面也非常的好 那怎么看都没有道理他会败选 可是关键我们刚刚说的 不是他自己要选 对 因为是他的政党 如果是他自己要选 他民意支持度 常年维持六到七成 对 以全世界民主国家来说 他几乎是可以说是最高的 而且14年到现在 快要满10年了 他都还可以这么高尺度 可是问题是他所属的人民党 就没有那么好的附身了 尤其在一些地方选举 其实都在输 所以才会有这个声音 如果你输了 你自己没有问题 你所属的政党输了 那25%的回党 所以有可能 如果莫迪他没有办法虚认的话 那可能印度股市就岌岌可危 对 尤其我们刚刚说的 涨了这么多了 所以你说外资在这个关头 他会不会也会怕 所以先保守一点 也是保守一点 当然他卖的没有其他市场多 可是至少我过去获利了解 甚至你看台股这一波 是不是八九月就一路回党了 印度股市九月的时候都还在创历史新高 历史新高 你看到印度的图形 几乎就是拿一根尺这样子一路往上去 那所以这些问题 那不止这样子 来 还有一个也是很诡异的 既然印度这么好 我们的尾川为什么要撤出印度 对 他为什么要出售旗下印度厂给印度塔塔集团 之前尾川卖了中国厂给力讯 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 可是全世界几乎都看好印度的情况之下 你却不玩了 这不是你正在起飞 很多人说现在印度就是一二十年前的中国 就类似的模式在玩 所以尾川这个时间出售很奇怪 他到底看到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其他厂商也许知道不讲的事情 来 所以发现什么是不知道 可是你看到这个在地的印度富豪 而且这个人是英国首相苏纳克的岳父 他的公司叫Infasis 是印度最大的资讯软体公司 那也是全世界前三大的资讯公司 好 拿他出来讲话了 够分量的人吧 他说印度年轻人太懒了 你们应该怎么样 每周工作七十小时 七十小时 每周工作七十个小时 这其实就跟我们台湾一样 老一辈的人都觉得年轻人不够用 不够认真 一个礼拜五个工作 天哪一定要工作几个小时 十四个小时 天哪 所以我觉得这是有点太over了 对观众来说 那讲了印度这些 那到底印度还可不可以投资 台湾很多人投资印度基金 那这个时候还可以买吗 对 以这些国外的标的来说 印度真的是台湾人最爱之一 好 等一下我们先给大家看过去的迹象 以今年来看 这是前十名都是两位数 事实上我查了一下 在台湾买得到印度基金是22档 股票型 全部都正报酬 最低都还有9% 因为刚刚有提到印度股市都涨成这样 对 所以你不要觉得这三成两成 跟台湾的基金比起来好像也没有比较厉害 可是你要再往回看 对 如果你抓一年抓三年 台股我们说之前在大跌的时候 人家都持续涨 所以整个算出来 尤其你看到三年 五年 人家的绩效就很惊人 所以印度这个市场 你一定是要长期慢慢慢慢的 甚至如果你觉得他的股波动太大 你再看到债 好 台湾买得到印度债 就这五党基金 有没有看到 也全部是正报酬 如果对于债 熟悉的都知道今年债券 去年更惨了 去年更惨 我这都换算成台币报酬了 全部都还正的 是 我说了这台湾就正五党 而且时间拉长到五年 也都还有报酬 因为印度今年的 不止今年 过去这几年不断股市涨 他连汇率都稳定 我们以前最怕市场 汇率波动太大 我赚了股市就汇率赔光 他没有这个问题 是 所以我会觉得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印度你长期布局 那至于你说担心目的会不会输 我觉得 没有办法去认的话 目前真的是想太多了 因为至少大环境里面 还没有比较距离的证据 证明说他会败选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看到的是 在今年大家说 钢铁的景气 似乎是不太理想 不过手工具产业 却是表现非常的不一样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了解 елов词 噢 广播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